第二段还没有起 第二段也是很棒啊 三次只交到四条节嘛 这边啊 OK 这一段呢 也是一个Riff 你看 你看 这个所谓Riff的话 你Riff就等于片语的意思 你关是F和弦 你看我刚刚是弹了 和弦啊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行的 就两小节而已 对不对 你同样你自己尝试一下 用C和弦 指琴是一样的 G和弦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Riff 一个片语 片语的话很有用 这个字 所谓Riff的话 就是有些新同学可能听不懂 Riff的R-I-F-F 在音乐的术语叫做片语 那我们讲英文的话 就是英文通俗的 就一点 phrase 对不对 片语 那这音乐的术语叫Riff 那你 你关是练这个 还有啊 为什么我要求同学这个子行 因为你假如说 你用这种子行 你这个就没办法弹 或是你用这种子行 你也没办法弹 所以说 为什么说 你们子行先把它扩大呢 g 对不对 好 后面啊 这都是一个Riff 你看 现在搅着这首歌对不对 你们当然开始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背起来 先背嘛 然后以后就先把你先背就对了 先把这个歌会 这也是很漂亮的 C和弦对不对 然后CF C7 F 这碰到你们碰到这个就累了 这就一种手法的指释 如果斜谱就是 然后这样 你听到也是 你就慢慢 你把那个速度 你把录影回去 像你们拍出来都是影片 像MPEG-4 一般就是MPEG-4 然后你们把它转成 你们放在电脑上面 然后去找CMPEG-4 CMPE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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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把速度放慢 你可以把 找不到吗 CMPE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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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去之后这手不要放 然后抖 然后发 发和弦 那这个 你看好和弦的 SO SO 对 你都听到这个高音吗 但是要用和弦 你不要 那就太单薄了 玩蓝调的话 就是希望你都是用和弦 因此呢你在这里面学的时候 你可以 可以用到和弦就对了 那你当时慢慢习惯以后 你就用到流行歌曲的时候就会 考虑到和弦 那你们现在弹流行歌曲的话 就是一个E嘛 就是单E 对对对 但是你学蓝调的时候这样 都是和弦的音 都是和弦的音 那这个都是一个Riff 看到没有 一个Riff 你会C 学完F G 就这样一直练 F和弦 我现在都是写啊 音很 那我现在啊 我现在都是以高音 你们会听到这个高音的部分吗 对不对 高音你不要 如果说 照谱弹对不对啊 你就很难听啊 那威力就减少了 全部用和弦在这边呢 全部用和弦在这边呢 在看得懂吗 同样你可以自己回 就可以练 F和弦到G和弦 那你们自己了解一下 我普世写 事实上呢 在F和弦里面它是7 很重要 所以说 Sol La So Di La So Sol La So Di La So 事实上你们练的时候呢 是Sol La So Di La So 是7 音在这边 G和弦也这样 这个当作Do Sol La So Di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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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和弦 是这样 你们要认真的自己去研究它 OK 到这边了 我刚刚音词在这边了 然后先那个好 高精先来一遍 这没问题吧 好 回到C和弦了 我上面谱写的是 对不对 你如果用单一就训掉了 和弦是 不妨下面写个F和弦 在拉的时候是F和弦 然后再这样 D7在F 所以你下面自己可以标明一下 CF C7F 然后这样子 然后再来 MIDO FA MI 也是C和弦 F和弦在C 这样懂吧 所以这四小节 你们练环就对你们帮助很大 有什么问题吗